母瓶龙手 母瓶龙手 这个一根根东西它是香肠 外面就包裹一些面包 Hi 大家好 我叫Jimmy 大家早上好啊 欢迎回到我频道 这部影片是记录一些日常的 我会先去寄东西 然后会寄一个关于拉萨达的快递 拉萨达的快递呢 可以在拉萨达 就是小小的拉萨达那里寄 等一下呢 顺便拍一下小小的拉萨给大家看 然后现在要吃早餐啦 虽然也不早了 等一下找一下我平时 爱吃那家蜜汁烧猪肉 看还有没有开 因为今天是礼拜天 未必有开 而且最近我这个区域 这个Covid有点严重 等一下看运气能不能拍到 在5月5号那一天啊 网路上就搞很多那种 我们省就是 哈哈 泰文的5就是哈 所以那一天很有意义头啦 所以最近这些人该买的东西都买啦 所以直接影响到我没卖多少单啦 不过没关系 最近运气好 这几天有几个粉丝朋友 叫我代买一些东西寄回他的国家 我觉得很好运吧 虽然网路上生意不是那么好 但是有一些粉丝朋友支持 OK 我要来这个Rotcos 莲花超市 就是泰文的Rota 来这边寄快递 礼拜天早上应该没有多少人 看看方不方便拍 好啦 就寄这么一个东西 OK 彭台VTO 带来阿涵 哈哈哈 刚跟他打过招呼 是可以拍的 很喜欢这个Rota 但是Pixi是不能拍哦 首先在收银台旁边这里 他们卖一些小的蛋糕 小的面包 早上可能卖了差不多吧 剩下来的不多 这些都是日常的一些早餐哦 在另外一边 我看到一些更有趣的小面包 这种幼松包 就是35泰鱼啦 还有一种巧克力的 感觉口感还不错 这类型的面包 还有这种 这种蛋卷一样的东西 我也爱 小时候强当他作为一个早餐 这个应该准备过期了 他才卖29而已 这个面包也可以 才卖11块 太原价15 所以应该准备过期 嗯 我也爱这个面包 看来这边东西还是蛮多的 通常阿 我会在货架上面选 就是看哪些地方空的比较多 说明这些东西一定会好吃 因为选择他的人会比较多啦 这边都没有了 普遍泰国人的身高是到这个位置哦 另外这边是卖一些鸡蛋 还有一些蔬菜 这边是冷墙区 我们先从冷墙区看一下 诶 蛮像下面一文的 看一下这个是什么CP的东西 对CP东西 基本是大同小异的 厂厂啦 这些都是不一样味道 或者是不一样造型的火腿 还有厂厂 还有这些比较长一点点的啦 大家喜欢什么菜都可以选择哦 另外这里有一些蟹棒吧 还是培根之类的 嗯 基本是没有太多东西可以选择 都是买回家加工当饭吃的 这些还买一送一哦 另外这里有三名字 这个日本的品牌啦 里面也有Rota 这个三层的热鸭吐司 那是Rota品牌的啦 这个包蛮特别的 首先是沙拉包啦 里面包了又还有一颗蛋黄 是有蛋黄哦 还有一些烧麦 就是小点心的 这个我推荐 这个东西好吃 这个一根根东西 它是香肠 外面就包裹一些面包 我会在影片最后放一些 试吃的片段上来哦 另外这是hok dog 这个还有 还有这个是鸡肉 嗯 还是蛮多的 还有汉堡 汉堡这里还有一些饺子 这个呢 日本的饺子 还是不错的 其实我都还没有吃过 另外这些也是汉堡 还有这个是炒饭 不错哦 中央炒饭还真的有两三只虾 应该是两只 还有下面就很像7-11的一些 冰热的饭啦 但是他们的品牌都是Rota自己的哦 这些跟7-11都大同小异的了 还有Gapau 这也是Gapau 还有意大利面 很多 还有各种咖喱饭 看上去这个不错 这个比较清淡 还有这么多面 其实啊冰箱虽小啊 但选择超多的 我感觉这边蛮像7-11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边 感觉就在7-11啦 基本跟7-11卖东西都一样的 这个珍珠奶茶味的酸奶都有各种味道的酸奶 在泰国呢可以吃一个礼拜都不腻的东西 嗯 这个椰子虽然不大 但已经处理的好干净哦 才39泰铢 昨天呢有个香港的粉丝朋友 他跟我讲 在一家泰国餐厅那里见到一个椰子 竟然卖85 Hong Kong 多了 吓死人了 那我们再讲回来这边的有一些沙拉 不少的沙拉哦 都是超便宜的 才18泰铢 也许是过夜的 但是原价才20 啊 还有各种的 养乐多之类的 还有日本豆腐哦 虽然冷冻区域不多 但是品种很全 嗯 我们看另外这一边的 这些是生柚 一看上去这种感觉就蛮新鲜的 应该是今天刚到货了 但今天就不煮饭先啦 还有下面有腌过的肉 在我肉手边都是一些冷冻肉啦 如果真的是难的话 可以直接买这些饺子啊 可以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回去喂 热它 那另外这一边还有酒啦 我就不解救了啦 这个 还有韩国的酒也有耶 红牛还可以接受 红牛还蛮多的 两瓶十八板 还是多种多样的选择 另外这边就是卖饮料区 虽然没像7-11那么丰富 但是我相信这已经足够你选择了 一般购买了 一般购买都是买一些生活用品 这边就很多生活用品啦 包括一些大米 我看看我大米现在有没有降价 有降价的话我拉一坨回去 我在这里 诶 老打自己也出大米耶 两袋才310 这个是靠 红玛丽 对啦 就是这个茉莉香米 老打虽小啦 但是品种超全的 你看连这种有中文的一些香都有哦 这是关于信仰之类的东西 嗯 我们看这边有各种调料 乱七八糟的调料 你想得到都有 还有椰子油 另外还有花生油 嗯 想到油我就会看看地板 看地板有没有油 因为很容易滑 还真有一点 没事 另外就是一些生活用品啦 好 前面还有一些快乐肥宅水 可乐啦 有各种大品装的可乐都有 咦 这个可口可乐出了一个新包装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灵糖 啊 五糖的健康可乐 但喝汽水都不是那么健康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 洗霸水之类的 全都有哦 嗯 还有什么都有 反正讲不清楚了啦 原来 这边就是卖一些生鲜区 这是 鱿鱼的一些东西啦 就是海鲜 嗯 还有 鸡腿啊 之类的鸡肉啊 还有鸡肉碎啊 鸡翅啊 鸡翅啊 还有 这个是 猪肉 猪脚 排骨 还有 还有这个 龙骨还没 还有这个 鱼片 各种各样的鱼翅 肥鱼 男鱼 各种东西都有哦 上面还有一些臭鱼酱 这个应该是臭鱼酱 好啦 另外这边有雪糕 OK 我就先走了 基本都是拍完了 小小的LOTA 五象区全 其实我不建议在LOTA这边买水的 因为这边假如太阳光打过来的话 这种瓶子晒太久 我觉得不太健康 其实这个LOTA是24小时的 但最近因为 算是半封城或者是宵禁那种感觉 要求他们就 九点关门了晚上 而LOTA门口也是一个小的美食中心 不过因为呢 现在COVID的时候就不摆摊了 我就不往那边走了 那边有人DITCOVID DITCOVID的意思 DIT就是接触 Touch COVID就是这个病毒了 LOTDIT就是塞车了 LOT就是车 DIT就是要接触那种感觉 DIT Mark就是很塞 其实啊 假如大家选择在泰国生活的话 可以选择在一些附近有小LOTA的地方 不需要大LOTA 因为大LOTA的话 那边房子我觉得不便宜 但小LOTA我觉得就足够了 虽然LOTA虽小哈 但是很多东西都有卖哦 然后在我旁边走过来 这个是先为六人的送货园 继续往前走 寄掉剩余这几个快递先 再找找我的脚餐 虽然太阳已经出来了 好啦 我看到我想吃东西了 他在这里摆摊 就是这家 哈啰 母病 母病 哦 OK 咱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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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看到这边有一些酱料 也是自己加的哦 咱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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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 这里就是有酒精卖 一瓶就二十 另外这就是一些辣椒 辣椒还有这个是北部的生肠哦 我们要吃草鸟 米没吃 草鸟要3多 这个就是糯米啦 ok 这个就是糯米啦 我吃草鸟 吃草鸟 吃草鸟 对吗 墨大 80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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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是不是 的 好吃 吃草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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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太阳鸟 多少 9 9 这个 你? 你? 好,谢谢 我买一颗牛肉 我买一颗牛肉 你吃饮了 谢谢 谢谢 我买一颗牛肉 谢谢 谢谢 很想一下我为什么喜欢在他家买哦 上次我买6串乳并 他就是送多两坨糯米给我 我觉得糯米本身是不值钱啦 我买3坨才是18 但是他送给我的话我很开心 这也是我下次为什么要回来买的原因啦 因为快乐是会传递的 所以我很开心 好 OK,既完快递啦 也买到喜欢吃东西 现在回家 影片的最后呢 我会放一些在Rota看到 那look 场场的一些试吃的片段啦 那东西我觉得也是泰国的特色 其实我在泰国很喜欢早上跟晚上散步啊 那谢谢大家陪我散步啦 希望我的快乐可以传递给你们 那最后呢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可以给我按个赞哦 同时也谢谢大家订阅啊 可以给我按个小铃铛哦 这样我之后发影片 你们第一时间就能收到啦 那我们下集影片很快就见 拜拜 谢谢你买给我哈 等下钱干杯 干杯 干杯 好,这什么东西好像香肠 对啊,里面是橙肠 旁边就有那个粉粉包 这很好吃 这是泰国特色吗 哪里都有吧 嗯,面包而已 不是,是蛋糕吗 嗯,蛋糕啊 它是蛋糕粉 嗯,对面粉 可以,不甜 香香的 对,好像没有炒炒 嗯,对 好吃,真的好吃 前面是华销中间 后面是卖布的地方 嗯,那我下次再来拍 嗯 好吃 这里面还有藏藏吗 嗯 如果是汁涨就好吃好了